松城浩国际有限公司 十多年来持续在重要节日 发放应景物品关怀弱势家庭 还有养护机构 今年农历春节前夕 松城浩共捐助超过7000份的礼盒 给花莲台东两县的关怀户 而其中1088份是帮助花莲市的 中低收入户家庭 市长温嘉贤特别颁证感谢状 对于松城浩他的公益善举 给予高度肯定 6号下午松城浩国际有限公司 停车场出现排队人潮 他们都是要来领取 松城浩赠送的春节礼盒 市长温嘉贤特别前往班正感谢状 肯定企业回馈社会 关心弱势的用心 今天特别是谢谢 松城浩国际有限公司 它不只是在花莲 来做相关的关怀部分 也在台东也做相关的关怀部分 总共花东地区做了 超过7000份以上的一个物资 来给我们所有的关怀户 那也期盼利用这些物资 来祝福我们所有好朋友 在新的一年 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快乐 那在此要特别感谢松城浩 几十年来持续不断的 在对花莲市的 不论是弱势家庭 需要关怀的家庭 都及时来伸出相关的元首 不论是过年过节 也都准备一些物资 给这些家庭有年节的气氛 再次要代表花莲市的市民 跟所有的好朋友谢谢松城浩国际有限公司 那我们也期许有更多的企业 也能够加入相同的行列 来关怀更多需要关心的朋友们 那如果身边有需要协助的 比较辛苦的朋友 也请大家一定要 联络花莲市公所设劳客 或者是我们临近的礼办公厅 那我们会全力来协助相关的好朋友 松城浩董事长廖美燕 他谦虚的说 十多年来就这么做 只是想帮助弱势的民众 今天是每一年的过年年节 我们要送给低收入户 还有卓佑邻居 十几年都这样送了 一年三节我们都这样做 因为这十几年来 每一年都这样啊 就是照顾低收入户 照顾花莲的民众啊 大家都有份 松城浩今年扩大关怀区域 包括了花莲及台东两县 弱势家庭、社福还有养护机构 总共送出了7000份以上的应景礼盒 藉由抛砖引玉 希望有更多善心人士或企业社团 能够对弱势族群给予关怀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